异常在慈悲的状态中 而不是有了状况才升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每天的生活 最好从发愿开始 就是早上一起来 心中意念着皈依三宝的心 发愿自己一定要做利益他人的事情 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发心 这一整天就会成为修行的一天 慈善美好热乎乎的一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你不了解真正佛法修持目的的话 那么只会让你的修持变得更繁忙更麻烦 甚至造成更多的妄念 那么佛法只会流于教条式的宗教 感谢观看 佛法的意思就是改变自己的心 改变自己原来那个坏心 转变成一个很好很有爱心很慈悲的心 至少你能够变成一个有慈悲心和爱心的人 这样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之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一千四百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一百名四只的狗 以及一百七十一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属不同互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迷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脂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悉 猪脂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治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南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护生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画佛帐号42138483 护民中华护生协会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曲》 每天都叙摔三遍 发过的供修叙摔算再来 可以可以 比较多有点要紧 别够了 越多面越好 因为你自己做的是 你自己做的是有你的信徒 老实说 你今天在那里做到你的信徒 那些众是 猪狼 所以你也是要再做 像我已经习惯了 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做 还放在我围的旁边先放 那些都堆住了 拿去外面 我变成习惯了 那是个责任 像你把他刺两只狗 你要把他刺 刺到他超度 狗还会生狗的儿子 然后你就一直负责任 一直负责任 而且一超度 倒胎做人 你也继续要抖他 后来倒胎做人 所以我这次去印尼 我怎么说 他读了一个年轻人 他告诉我 哎呀海盗法师 我看得见 我是两千年前一个鬼 被你读到的 所以我来跟你报恩 所以他在印尼服务我很多天 替我翻译 所以鼻子说 哇塞 你两千年前就在超度了 我说他们的过早 这搞不好各位你也是鬼过来的 后来我就问他 那你有什么堕胎做鬼啊 出家没做好啊 这样做鬼啊 那后来又出家了 然后他说他明年二月份要出家 他现在因为天天打坐 开发神通也是个麻烦 我跟他讲说 你看得见很好啊 但是一定要有佛法的根本跟发心啊 不然这个看得见对你是伤害 看得见了如果没有佛法的这种戒律跟发心 最后都会变成魔 魔会来考的 因为你就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起了傲慢分别性 你就完了 印尼还请他上电视 他很会看病 非常会看病 我这一次去印尼还碰到一个八岁小孩 看他八岁就会医病 八岁 只要破病人 坐一遍头症 他就说他什么病 要紧紮 小小的用一用 把他心股冷冷就好一半了 所以八岁了 还特别带来给我看 我说你快要收音出去 不然这样一下去 要对他美好 因为医病是好 但是佛法才是究竟 透过医病要让他 告诉对方佛法的原理 对不对 这才是究竟解脱的 如果执着在一个世间医病的能力 那这样不究竟 他说这个孩子都没在教 像北部的教 村子都没去教 我看那边就很老了 他被毁 但他认为他是个老头了 所以人有前世的因缘就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认为 我们经常死心 在你肩在你肩 很好 我们也受主比心 而且你事实久的人 慢慢就不会怕鬼 只会对鬼慈悲 而且信心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末法时代 死死法门太重要 太重要 这样子 大乘佛教的精髓 大乘的出家人 最高的法会就是放咽口 水路 大乘的出家人 一出家就写死死 出死 这个是最大的质量 那按照末法 这些世间 鬼太贼 魔太贼 所以如果能够经常死死 部分在家出家 分担佛陀的慈悲们 帮助众生解脱一点痛苦 这样社会吉祥平安 原来也愿为 练满电池晘 殿满电池之珈 秋山成桥 生命点失 自卑方点 独求 接下来请收看 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隋朝时期 有田氏三兄弟为了分家 连院子内的紫荆树也难逃厄运 一夜之间 紫荆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来来来来 这茶可是今年的新茶 很香的 真香 老兄啊 看见这孩子就想起咱们小时候爬树的事了 就你那身体还爬树 当初要不是这老树的树枝接住你 不说了 要不然你的身体怎么会变得这么好 没错 我有长寿秘诀 老哥 这我怎么不知道 这秘诀就是从这老树身上酿的紫荆花蜜 我说刚才那茶怎么又有一股旗香 这老树养人 看着兄弟们斤斤计较分着家产 不免勾起一幕幕的回忆 四六二手 鸡脚枝美人三枝 啊 鸡脚枝 是不是这 嗯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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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哇 太美了 小鹏 小鹏 有没有去盘树好吗 嗯